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登颖 做登颖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就是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修理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秀隋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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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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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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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徒乎语》 《徒乎语》 如语 如今章 继续微服语 三章大乘叫云和如不询 那么在这里还是继续与 登上满的小乘众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 小乘众他们认为 我们大乘的三章在小乘的经典当中没有发现 小乘众认为 我们大乘的三章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 他们小乘自己就是包括三章 三章的话 我们大家知道一般小乘 经章 律章 论章 经章 经章就是阿含经为主的一些经典 然后律章 生气律等等 我们现在所谓的四分律等等 这些都是 还有那个经 应该说的论章 论章的话 像《六祖》 或者《七十论》等等 像这些论典认为是论章 然后他们认为 我们的这种三章是齐全的 佛陀所谓的三章 应该都是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要 小登大乘都共同这样承认了 为什么叫藏呢 就像残库一样 所有的八万四千也好 八万法门全部包括在里面 就像我们东西 全部装在三个残库当中一样 认为佛所说的这些内容 全部意义和刺激都包括在三章当中 那么像他们自己认为 像我们的三章一般学顶学维族 顶学维族的这些道理 在经章当中比较明显的 然后结学在绿章当中 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灰学 在论章里面比较明显 并且所有的内容也是不相会的 因此认为我们自宗小乘的三章 完全是圆满其前的 因此它可以称为佛陀所说的佛语 而你们大乘 这些都一概地不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大乘有关的经典当中 都说是一切万法 乃至从设法 言而逼生设法 一直到乃至一切之间的 一切万法 全是在抉择为空性 尤其是我们宣讲般若的时候 全部抉择为空性 那在这样的观点当中 怎么会出现三藏呢 所有的三藏不该承认的 这样一来 那么你们大乘的教法 不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 因此他们对大乘进行辩论 当然这样的历史 在古代释迦牟尼佛 圆寂以后的不久的将来 声闻十八部开始 一直不断地发现 到目前为止 这种辩论其实也没有真实的停止 每一次都在这种程度上的外避 不可能没有人喜欢我 呀 这种语言 你就练下班 这种行为 我们找到这种试图的 话说 咱就能俩明白 好 您好 您好 好 您好 你好 有什么关系 啊 そ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论是大乘 小乘还是密乘 任何一个佛教的乘跟外道相比较起来 真的是修学这种佛道的人是非常有宁愿的 非常有殊胜缘分的 他们都承认是善法因 然后也承认获得了解脱 从三界人会当中获得解脱 所以这样的妙道应该说是我们值得希求的 而外道的很多修法也好 教法 那我们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希求的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会了知的 以前龙猛菩萨也说过 一般小乘对大乘诽谤就是说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 他们都不知道利益他众的这种功德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第二个就是把功德看作过失 本来利益众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和好的事情 然后把他看作为过失 第三个就是说 他们对承讳功德 对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 生起嗔恨心 而导致对大乘的诽谤 这是龙猛菩萨在《众观八门论》为主的有关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到的 而且一些经庄严论当中也是讲了 大乘和小乘之间在法性方面 教授方面 还有在一些其他的原因 等等 中共有五个方面来宣说的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千千万万个人 诽谤佛法 诽谤大乘佛法 诽谤密宗 这些人都是应该说 虚如意者愚昧的这种道 真的是看他的言行举止 有智慧的人 有悲心的人 对他的悲悯自信 也会有然而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诽谤大乘人者也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我们站在大乘的角度来 拨持对方的观点就是这样说的 三藏大乘教 任何不成虚 我们大乘论典经典当中 其实三藏完全都是具足的 比如说有关一些戒学方面 有关定学方面 有关禅定的这些方面 《妙花莲花经》 《华严经》 这些当中 比小乘里面更非常的丰富 定学方面的这些教言 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戒学方面 像《菩萨戒》 《樊花莲经》等等 在《律藏》当中 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一些 比如说戒定灰 灰学方面 在《大乘斗论》为主的 论典当中也是有 或者一些般若法门当中 有关这些相当多的 这样一来 我们如果通达真正大乘教义的人 戒律也有 应该说禅定也有 智慧也有 这些应该是以朝圣的方式来 全部是具入的 所以我想很多对小乘 对大乘佛教不了解的人 那当然他就开始心口开合 说很多不如理的事情 然后逐渐逐渐 他完全能了解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也根本不会诽谤的 挂和他一日的都是 위한战术 他也有很强的 那么一回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用战术 其实非常简单 沉门时达宣字 那是一家的考虑 值得害怕的 人时达到他的胃子 如以后 我觉得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想用战术 所以他就不硬 在这些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你一波舍一切皆有果 则等一一同一切成佛语 小乘那个行使 他们这样认为的 他们说 你们虽然三藏当中 应该是有你们的教力 在这样这方面也可以承认的 但是你们大乘的一些三藏当中有一些道理 是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你们认为轮回和涅槃 无二无别 轮回即是涅槃 涅槃即是轮回 这种观点也不合理的 我们小乘认为轮回应该舍弃的 涅槃是所求的 还有一句 我们小乘经典里面说是无无间罪 它是定义的 不可改变的 可是你们大乘认为忏悔以后 可以得以清净的 然后你们认为所谓的报生 常有不便的话 而我们认为万法都是无常的 然后你们大乘认为一切万法解释 按照波罗波罗蜜多的观点 一切万法解释空性的 解无自性的等等 而我们认为虽然有一步法是空性的 但是它的现象是不空的 所以说 你们很多的道理 涉及于我们小乘的经典 我们共同乘的经典和论典的意义 不合合 它不能涉于我们的论典当中 所以说 你们大乘的这些教法 都是有过失的 都是不能涉于佛教的内容当中 它不能成为妇语 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现在说 波罚他们 如果一个道理 不能涵盖在里面 或者不符合教义 一切都是有过失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同等力来 波罚你们的观点 一个地方相同的原因 应该我们大乘的教言 都是非常合理的了 比如说 我们大乘有关经典当中 也已经讲了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然后这个跟你们小乘的 三法音里面所讲的万法无常 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我们也承认是无恶的 人我的菩提加罗是不存在的 这方面你们也是应该相同的 还有我们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 这是大乘也是承认的 我们大乘也是承认 有三宝 四地等等 那这样的话 这些都是相同的 刚才你们说的 有些地方不相同的原因 就是大乘归入于有过失的 不受佛业 那么我们现在也提出很多 有相同的地方 有相同的推理 为什么不能大乘呢 就是力威全是富裕呢 所以关键不是有一个相同的词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懂不学英明 然后不懂宗观 这样以后所有的推理 全是一种 我们英明里面所想的是 不变之国 它们是不能大乘主意的 舍舍 在爆发中 没有什么 这是很新的 新的舍舍 荒物 floor 佛林之间 我是很生命的 我给你国叫色彩帛 放在哪里 面像 然后在这边 也不是这么多的 有三宝 这边 是没有那 responsive 由于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我们大乘的这种教法 应该在大乘论典当中是有的 弥勒菩萨也是在《经庄案论》的唐义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自如大乘经》限制烦恼灭 然后《广大乘经》也不为自法空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三藏 比如说经藏也是在《大乘经典》里面明显的 然后《律藏》取出烦恼也是明显的 然后《论藏》其实是广大甚深的意义 也就是说讲一些空性法门的 这样的道理我们大乘的论典当中 经典里面完全都是具足的 因此大家应该要通过这个闻词了解这种甚深的意义 密勒菩萨还有这个教证 说是广大甚深义乎 成熟无分别 说是二方便即是无常乘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大乘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广大 第二个是甚深 那么这两者应该是成熟我们无分别念的智慧 依靠这两个复会而知 或者说是方便方法 让我们趋入真正的 无常的妙称 所以说 我们遇到一些不信佛教的也好 或者信仰小乘的人 他们通过一种道理 来给我们进行辩驳的时候 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同等的理由来剥策它 如果他说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因为你们大乘当中有什么法的缘故 所以不合理的话 但我们同样的有一个推理 这种推理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同等理的这种推理 一定要学好一名 如果你没有学好一名 这种同等理可能也推不出来 所以学习佛法以后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人面前 可以显露自己的 至高无上的智慧 可以让对人要口无言 可以这样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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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诸圣大家是佛语未经持 谁因如不解非持大乘教 就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教义由小乘众对方也可以继续辩论 就是说如果你们《般若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真的是佛陀的语言 那为什么是嘉义尊者不了悟 嘉义尊者通过这个历史 他应该就是了悟所谓的空性的这些教义 但是有关的历史记载的话 嘉义尊者并没有宣讲空性法门 按理来讲佛陀的传承都交互于嘉义尊者等等 这样一来为什么是嘉义尊者都没有宣说空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大乘的观点 有两种解释方法 首先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因为佛陀所宣说的大乘非常的深奥 就是内容极为的广大 作为一些小乘的阿罗汉 我们嘉义尊者虽然是小乘里面 是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应该可以说是承误阿罗汉各位 但阿罗汉在有关经典里面所讲的一样 他还有四种布置饮 金布置饮 石布置饮 还有希布置饮 朵布置饮 总共有四种布置饮 对于他来讲 对佛陀的很多的一些神妙和广大的法要 可以说是没有了解到 为什么呢 因为种种的这些法门 种种的一些禅定 种种的一些空性和道性 这些唯一的大乘菩萨 大乘菩萨当中 十地大乘菩萨还有一些 比如说夜间看舍一样 默默糊糊的 不能了知真正的一些如来当道 真相等等 有这样的教理 所以说他怎么会是狼了知呢 可以说是 假设尊者没有通达这一点 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可以这样说的 原因就像《荆庄文》里面讲的一样 无量种种相 欲责后骨顶 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无量无边种种的法门和禅定的相 一般来讲小乘那样 还所自上都没有断除的 这种人怎么会是能决定 能怎么了知呢 以前《中观报王》里面也是有把 《圣者舍利佛 也不知佳云》 是什么 《圣者舍利佛》 他也是用他的神通 当时也讲的目犍连和舍利子 引用了他们所有的智慧和神通 本来佛教里面他们是智慧第一和神通第一 但是后来佛的一些广断也没有测清楚 然后佛法无量的奥义 他们也是没有如理如实的了知 所以说一般来讲 这样甚深的教义 怎么会是能了知呢 不能了知的 你们家世群者如果没有能了知的话 你为什么设计这样的大乘殊胜法 不应该的 都不然能做出生意的 其实很会认得谈点 所以让我们将帮到最后他们的 我们在下车里面 которые面交通 你是一次经典的 建议夜传务 今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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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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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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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另一种解释方法 你们这些小乘虫 怎么知道是伽舍尊者没有了解 伽舍尊者有关历史当中是没有宣说 也不一定他是不了解的 伽舍尊者的智慧就是广大无边的 他表面上看来是阿罗汉像 实际上是他一个大菩萨 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底伽舍尊者是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我们从另一种解释方法也没有为常不可的 应该可以这样解释的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大乘法是非常的圣 一般这样的圣圣法 作为一些愚者真的会生恐怖之心 我们讲《法华经》的时候 当时有五千个比丘吧 大家都非常害怕舍弃大乘法而离去的 也有这样的公案的圣天论师也是说过 如是甚深法 欲者甚恐怖 如是列根者 恐怖最稀有 有些列根者对神圣的大乘法们特别害怕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真的会有的 尤其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对空性法门没有好好地 传习的这种人的话 即生当中遇到有关这方面的空性教言的时候 马上就离开了 大乘的空性法门一般来讲是 没有真实的修行者也很难理解的 所以说 以前的一些其他的教言当中也是有的 是广大生生的法 大多数都是所谓大乘学者而说的 而这个欲持列根者对他生其恐怖是情无可原的 想和声识的民众的福音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彼求为教本彼也难安理 行有所远者也难诸涅槃 这个也是我们站在大乘的角度 你们这个小乘宗一切诸法的空性 现在是不承认的 既然你诸法的空性不承认 那么十六种形象里面的空相不能成立 如果不能成立 那么佛教的根本应该是比丘 但是这个比丘很难以安理的 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所谓的比丘有四种比丘 明相比丘 骑士比丘 还有金缘戒比丘和破火比丘 破烦恼的比丘 有四种 那么前两者其实主要是讲明相上的比丘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见度舍的时候 度舍也叫比丘比丘 所以那个就是名相的 然后真正的佛教的根源 一个是通过这个节目 能获得圆满的 比丘解体的金缘戒 还有一个破除一切烦恼的 所谓的阿罗汉 就是破火比丘 就是所谓的阿罗汉 但是按照你们小乘的观点的话 你们的这种案例来说的话 这个破火比丘对你们的建立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会困难呢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你们如果诸法不承认空性 阿罗汉没有证悟空性 绝对是得不到的 那么他怎么会是证悟呢 一切万化不是空性 那么他证悟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证悟 那我们所谓的破火比丘 这个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通达空性以后 才能获得了这样的人物 或者说是这样的 阿罗汉的果位 那么通过这种推理应该完全明白 就是作为小乘宗的话 万法空性的有些道理一定要能了知 如果不能了知的话 不合理的 尤其是你的心 如果有一定的所缘 不管是空性也好 不管是有法也好 有一些所缘的话 很难以诸涅槃 也就是说很难以获得真正的有与涅槃 或者无与涅槃的阿罗汉的果位 我们前面也讲了 有事无事法 携不住心前 一切有事无事法 你到了最后真的证悟空性的时候 在心面前是不能住的 如果你对对境无恶事没有通达证悟 那解脱也是有困难的 圣天论师所讲的那样 见经无恶事 诸有众皆灭 见经无恶事 见到外境无恶的时候 你才把善友轮回的种子 可以灭掉的 那么这样的空性 如果没有见绝对也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在法尘论师 法尘论师在《圣料论》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见空则解脱 修其为其义 就是见到空性 才能真正地得到解脱 然后修行其他的 再称为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种祝愿 所以有关这些心点来推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一切万法 要证悟一些空性 如果证悟一点空性都没有 那就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来说的话 要证悟一点空性就能够 就能够接着 手轮向下的空性就能够接着 但是 这就是丁度的光性就能够接着 我让你能够接着 这就是丁度的光性就能够接着 我发现 这就是丁度的光性就能够接着 我们的基本的光性 其实是丁度的光性就能够接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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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